谢谢大家来上这门课 这个书其实是董老师起草的 当然讨论是我们一起讨论的 那个话题其实是从建国之初 中国当时应对高通账这样一场危机 所采取的三折石 今天大家听三折石这概念有点很难理解 等我们讲个小故事 其实我脑子里应该还是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印象 因为我父母都是解放前在北京的老大学生 然后参加当时反饥饿反内战的那种群众运动 然后去了解放区 所以他们都算是从解放区进城的青年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实行的叫供给制 供给制就是发衣服发鞋 但是工资呢是以小米来计量的 什么样的干部该拿多少工资 是按拿多少小米来算的 为什么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三折石的概念有关 就是因为如果你拿到的是纸币 那这个纸币贬值的速度太快 大家现在的印象只是民国晚期纸币贬值的速度太快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建国初期也是恶性通胀 如果只以一般的纸币来作为交易的中介 那那个纸币呢也会很快贬值 你应该去应该买到的这个生活必需品 往往是随着纸币拿到手之后 那个贬值速度使得你那个实际消费水平是下降 所以那个年代是三折石 那我想给大家讲的小故事是什么呢 是折石到什么程度 当时银行有个说法叫做银行可以存三白 白米白面白布 当然这个银行存三白是老百姓的说法 并不是说你到银行去把白米白面白布存在银行像仓库一样 不是 是银行它让你存进去的那个货币 当时能买到的白米白面白布这三种物资 来折成一个这么一个数值 等到你取钱的时候取到的钱 还可以买到等值的白米白面白布 这是当时生活必须品 就是生活必须品挑了三种三白 银行存三白就是存得着相当于稳定你的货币的币值 用当时生活必须品白米白面白布来折成一个数值 对应你可以存和取的那笔钱 这个小故事说明的是当时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那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课堂教学中大家很少能了解到 这个建国之初1949年 新政权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一次恶性通胀 那我原来为什么在上一本书在这儿有人看这个我们当年写的那个八次危机 也是我们那个团队当时也是东老师他们年轻人起草 我来参加讨论然后修改定稿 那本书讲到的我们是从建国之初的那场危机 我们没有把它做分析 因为我们认为建国之初那场危机呢是民国推进金元圈改革 这个避制改革失败所造成的恶性通胀 所以我们不认为它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内生性的危机 我们是继承了历史遗传的危机 所以没有把它纳入八次危机 也因此那本书讲的八次危机不包括国出这次 等到我们要修订的时候 这八次危机出版大家觉得好像还说了点比较完整的故事 那大家开始有兴趣要让我们再版 尤其是东方出版社 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对我们还是很看重的 希望我们能够再版 然后再版的时候我们就说呢 那原来不完整的我们把1949年到1950年51年这几年所发生的危机 作为国出危机补上 就第一次危机不是我们后来说的57年以后了 第一次危机直接就变成新政权建立之处的危机了 原来是想这样 但做的过程中间觉得因为想写一直写到现在 那就是70年 我们上一本书写的是60年 现在想写70年了 那写70年第十次现在这场危机还没完 还在进行之中 而且这场危机是非常复杂的 多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 扑速迷离 我们很难说现在就概观论定 所以第十次危机很难结搞 那怎么办呢 第一次危机的问题已经基本分析出来了 那干脆出个单心本 这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去衣服这本书 它的背景它怎么来的 那好了 书名很有意思叫去衣服 这个事情我跟我们事先没有任何预感 我们在几乎成稿的时候 衣服理论的提出者叫撒米尔阿明 他是埃及人 那他也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左翼思想家 理论家中 德高望重的一位 他去年去世了 那我们开过一次 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聚在一起讨论 撒米尔阿明的思想遗产的这个一次学术会议 那在这个会议上能够把撒米尔阿明关于这个衣服理论 他的理论叫做dependence theory 这个衣服理论能够跟中国的实际直接结合的研究团队并不多 我们恰恰是这个直接把阿明的衣服理论用于分析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团队 借用阿明的理论之外呢 我们还用Emmanuel Wallenstein 沃勒斯坦的理论 他是世界系统理论的这个提出者 那这两个都属于发展理论中的两个大家 但这两位呢都属于进步学者 或者叫做左翼学者 那Emmanuel Wallenstein今年去世了 所以两位思想家相继去世 使得我们更认为 我们应该是继承前辈的思想遗产 进一步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我们在归纳总结中国发展经验 特别是中国最近这70年发展经验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70年大庆嘛 马上就要国庆节了 那我们要跟前辈的思想结合 形成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析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了这个去衣服这个概念 来作为书名的一个背景 就是两位大家相继此事 我们作为后思者 作为继承前辈思想的团队 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实践过程 紧密结合在一起 当然在我们现在高校的主流教科师中 这两位有创新能力的思想家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想更多的和他们思想结合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高校的整个教育体系有着相当严重的偏差 我们认为作为知识分子 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知识生产的责任 那我们应该是跟实践紧密结合 然后选取那些比较有积极意义的思想理论来做分析 这样才能形成比较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体现四个自信的话语 才能形成知识生产 那话语的创新知识生产这二者本身是一个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下面要做的这堂课的讲授 我先讲序言部分 主要是针对现在的发展理论提出我们的一些讨论 本来没有对错 因为人类所处的这个客观世界 是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化 一定会发生经济波动 所以我这两张图其实不是我做的 我copy过来的 他讲的是中美两个国家 你看这两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之前 它的那个波动线是平的 进入工业化之后 它的波动线开始明显的加大 那什么情况下波动最剧烈呢 大家看美国的严重经济波动 发生在一战和二战 中国则发生于冷战 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战二战和冷战都属于人类用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阻断正常的市场交易和市场流通的 那因此它对经济波动呢 它会造成一种放大的作用 于是经济波动是正常的 那经济波动的异动 经济波动的波动幅度过大 一定和其他的外部因素有相关 这就是我说第一个片子给大家看的情况 只要你进入工业社会 不论何种制度 何种主义 何种意识形态 何种政府都会遭遇到经济波动 因此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本来是一个客观过程 认识它不认识它 总结它不总结它 是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是人的主观问题 我们现在的课堂教科书 包括从你们高中开始学的 都不讲经济周期 不讲危机 特别是讲到中国自身经验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谈 中国也同样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 这件事情大家可能 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点冲击 是因为你们从高中时代开始的教科书 就没有讲过中国也同样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 我算是比较早的讲这个 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学者 找到什么程度呢 找到我的第一个被新华文哉转载的文章 就叫危机论 哪一年呢 居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1988年 我在北京的一个报纸叫经济学周报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就叫危机论 但是被改的就因为怕发不出来 所以把那篇文章改的几乎没谈周期性危机 我本来是要谈中国逃不开周期性经济危机 规律的约束 结果把这部分内容几乎全删掉了 就留了个标题危机论 其他内容太一般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但是因为你说了中国这个被叫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 同样存在危机 并且是周期性的 所以这篇短文就被新华文哉全文发表了 大家也都知道新华文哉发表一篇东西是很难的 所以我说我在88年 最早讨论周期性经济危机 并且公开发表的确实不多 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去查 能查到先于我发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给一周期性危机分析这样的理论来做描述的 希望各位告诉我 我还没有看到过 那到90年代 当中国在88年就我这个危机论发表之后 正好赶上1988年中国出现18.6的物价指数 恶性通胀再度爆发 接着因为1989年出现生产停滞 当然也包括外资大量撤离 中国陡然遇到了你在80年代全面对西方衣服 然后到89年突然西方中断对你的投资 资本全面撤离 这时候中国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突然发生 资本极度稀缺 于是乎进入生产停滞 智障形态的危机突然爆发 而我这篇文章当时被有些人批判 说你怎么敢用资本主义特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规律 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验过程 已经开始有了批判了 但是马上这个批判的声音就没了 原因是事实教育了大家 中国遭遇到了80年代末期的典型的智障形态的危机 然后就是90年的萧条 91年的萧条 92年的复苏 93年高涨 94年再度遭遇危机 第二波周期性的危机又爆发 所以人们就开始跟着讨论周期性危机了 在此之前这是很少有人这样提的 因此我们今天讲关于发展研究的基本观点 我们得把一般的发展理论稍微的做一点创新 那我们提出的创新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产生于两次大战之间 尤其是第二次大战之后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发展中国家 在于两次大战严重的削弱了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的西方世界 所以后来二战之后新形成的10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靠谈判形成的 谈判 各位举个例子 你们都知道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 曼德拉现在开始有网上有人开始讨论曼德拉的得失了 当年曼德拉去世的时候几乎是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家全部到场 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难道他把南非经济搞上去了吗 不 南非不仅是经济严重衰退 而且社会动乱非常严重 也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都并不足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任何正面形象 但为什么会云集了西方政治家 去对曼德拉表示尊重 是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从民族民主运动的暴力抵抗 转变为今天大家都知道一个概念叫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这个转型为非暴力 他原来是暴力革命的领袖 被抓到监狱里起来以后转向非暴力 那谈判好了南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当你要谈判获得名义上的政治独立 你要得到国家政治主权的时候 那谈判交易调的是什么 交易调的恰恰是经济主权 所以南非的经济资源 仍然维持原有宗主国和原来西方跨国公司掌控 这样尽管曼德拉是黑人斗争出身 他向他的黑人兄弟们所承诺的所有福利 所有发展都没法兑现 因为西方跨国公司是绝对不可能为 这个殖民地的民众提供福利的 这个道理和什么一样呢 和你们最近看到的像委内拉发生一个国家破产的灾难 它是什么呢 尽管查维斯试图夺回国家经济的主权 但是对不起 他只拿回到了一部分石油资源主权 在农业领域中几乎没有拿回来 所以委内拉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他有上半公顷的大规模农场 但是农场主跨国公司 所谓的委内拉饥饿并不是委内拉的粮食产出少 而是跨国公司掌控着委内拉的农业产出 绝对不像这个查维斯和马都罗 这个革命的左翼政权给任何一点好处 也就是说他的粮食产量是巨大的 但是拿到国际市场上 并不解决委内拉等国民众的饥饿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饭碗要断在中国人手里等等 这些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原因是如果你真的把农业领域完全开放 听着外资在中国这个农业领域中形成掌控地位 那对不起你就不再有安全 委内拉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石油资源尽管一部分被他掌握了 但是其他的资源仍然是外资 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 查维斯可以把石油的逆价收益拿来 用于对平民做补贴 帮老百姓盖房子 帮老百姓就业 帮老百姓办中小企业等等 干很多好事 还可以花大钱从古巴 把古巴过剩的支持分子 请到委内拉来 在古巴支持分子的工资 上了大学毕业 你当工程师没有 因为古巴没有就业 他全民教育 全民大学 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就业 所以饭馆跑堂上的 要开出疏的 都是大学卫生 这些人在古巴拿多少钱 30美元 被查维斯300美元请到委内拉 十倍的工资 因为委内拉的高校 知识界 媒体界 全面受西方控制 他只好请古巴的知识分子 古巴知识分子过剩 请到这来帮他搞农业 帮他搞社区建设 帮他搞中小企业 帮他搞医疗 帮他搞教育 帮他搞媒体 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石油逆价收益 石油逆价收益谁搞的呢 美国人2008年遭遇华人金融海啸 QE 大家知道哈 用这套体系来救市 大量增发货币 增发的流动性 进入到了石油粮食等等 铁矿石等等 期货市场把价格炒上去了 那这些国家大家注意哈 包括像伊朗俄罗斯全赚了 委内拉也赚了 所以这些国家就成了美国必须对付的所谓邪恶国家 因为你们搭了美国的便车 你们得到了石油溢价收益 巴西澳大利亚都得到了铁矿石收益 但他只要是跟美国合作的 就跟他没事 那你比如说得到了 同样得到了石油天然气溢价收益的俄罗斯 伊朗 什么包括伊拉克利比亚等等 这些就要么被干掉 要么呢就是敌对势力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那么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南非 讲到委内拉 讲到这一系列案例的时候 告诉大家一个基本道理 什么就是当你的主权屠有其名 政治主权归国家了 但如果你的经济主权仍然在跨国公司手里 你就必然带来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叫主权外不幸 谈判获得主权 谈判交易掉的是什么 谈判一定是有得有失嘛 那你交易得到的是政治主权 但那是民意 你交易失去的经济主权 那是得了表失了理 这就是为什么 不能简单就这么说吧 这个判断有点太粗暴了 并不能因此说 西方各国正要齐集南非去悼念曼德拉 是因为曼德拉交易掉了他的经济主权 不能这么简单说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案例来说明主权是有外部性的 如果你是革命的获得主权 比如像中国这样的 我们是典型的打下来的 我们就通过三次独立战争 大家知道要save a war 我们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叫第三次独立战争 他是夺得通过战争手段夺得国家主权的 那中国得到的这个主权就包括有完整经济主权 什么意思呢 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全部收归国有 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剥夺 意味着暴力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吗 当然不能 你用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主权 你不仅是拿到了所有的国内的官僚资本 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包括战后接收日本资产 所形成的国民党的国家资本 这个国家资本全部归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 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同时把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形成的资产全部收给国有 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是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有主权腹外不幸的 一场革命导致的是完整主权 除了政治主权 你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国家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完整的经济主权 那当然这个观点本身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 我们把它拿来作为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 大家可以做参考 我估计你们很多人都看过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 教科书肯定不是这样讲的 那它一般讲发展嘛 当然指的是你们要追求现代化 那你们要考虑什么的要素 哪些要素你的比较优势 哪些要素你比较弱势 然后你怎么去吸收外部资本 然后怎么出口替代 然后进口替代等等 这套东西这是一般发展经济学所讲的道理 然后你通过这样的发展方式 你逐渐形成你的积累 然后变成savings 然后变成investments 然后你就发展了 这套大家一般都接受 我也并没有挑战 我们只是说当你的资源被外资控制 产生的收益不是你的saving 就是发展经济学最核心的那个模型是saving等于什么呢 investments 对吧 那好了 你有saving吗 到后来我自己在国内的大型机构工作的时候 按照领导人的指示要到非洲去建银行 那在讨论中我就提出 我说对不起 非洲没有saving 就它没有存款的来源 我说现在是西方的银行纷纷撤出非洲 因为它不能做一般存贷业务 你在非洲如果没有存款 怎么可能有贷款 没有存没有贷 你的银行 商业银行的利润从哪来 因为一般商业银行是做存贷业务的嘛 对吧 那好了 一轮来一轮去 确实如此 为什么没有saving呢 因为跨国公司掌控 比如我在委内拉这个山区考察 它是种咖啡的 那就是一季 到这个咖啡卖出去的时候 跨国公司把咖啡收走 给你一笔钱 你维持一年的生计 这叫做工资性收入 但它一年只有一次 这个收入只用于它维持家庭生存 维持简单再生产 它怎么可能会有saving呢 就没有存款 你当然就不可能有金融业务 不可能有贷款 于是乎发展经济学给定的这样一个简单模型 不成立 很有意思 就如果没有 我们不去调查 我们几乎发现不了 那因此它的消费率极低 比如你到印度去看 印度沿着路都是小福气店 一个小小的棚子放点小的生活比喻品 那印度人买抽根烟 它的低消费到什么层次呢 那个土质的烟卷一次满一根 买不起一盒的 所以你们想想 就是用现金支付的消费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低到如此程度 它怎么可能会有资本的形成 因此它就所谓发展 当你们说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的时候 那于是乎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什么呢 即使已经获得了政治权利 国家主权 也会发生对外资的 亲外资的政治倾向 所以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很多讨论中 当我规律性的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无论合中党派 无论是否自由选举 你们所产生的政权都是亲外资政权 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一片抗议 因为我说了真话 同理对中国来说 我们的政府难道不是亲资本的吗 亲国内资本 当然也亲外资 只要你在资本极度稀缺之下 那好了 当我们看今天转型的时候 隐身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出现乡村振兴 新农村建设 为什么会加强三农 为什么会反贫困 为什么去搞生态环境建设 是因为资本过剩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领导决策意志的重大调整 开始转向亲贫困 亲环境 亲民生等等一切 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告别了 且不说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绝对稀缺 我们也告别了工业快速发展的资本相对稀缺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资本过剩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调整 调整到亲民生 亲贫困 亲环境等等 这一系列的调整是客观必然 把握住这样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对于外部性问题 就基本上算有了一个逻辑解释的能力了 好了 按下不表 我们把它先放下 那接着 因为是短缺 导致政府是亲资本的 那因此 我们也得知道 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 那个机制它的作用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这个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比较 其中自有逻辑可得 我们得出这个逻辑分析就知道了 像主权外部性问题 周期性危机爆发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做发展比较研究中 形成的理论创新 这一点呢 做个简单的介绍 当然还有其他的 以后的课上 董老师会把我们团队所形成的理论创新 逐渐向大家做介绍 大家用这些理论创新来充实你们现在所学到的发展的理论 那我们看当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周期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化解的 这个我们不仅是在这儿 在学校讨论 我当年在中央国家机关做政策研究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做了20多年的政策研究 能做出点名堂了以后才被学校请来 算是人才引进 让我来这儿教书 那我们当年做政策研究的时候比在学校讨论问题要直白的多 我发现到了学校以后 这个知识分子怎么这么憋憋憋憋的 他本来可以简单说清楚的话 他不枉清楚的说 不批评他们 我们直接说危机应对怎么回事 看看美国 2933大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 对世界资本主义都是严重的打击 那你们知道美国在大危机爆发之下出现什么呢 跟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 大规模失业 危机爆发 生产过剩 企业倒闭 工人失业 银行变成坏账 然后社会混乱 这是普遍现象 你们如果脑子里还多多少少有点政治精确的过去的那点观点 就应该明白生产过剩是什么 马克思怎么说的 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 首先说他一般矛盾就意味着他具有普遍性 内生性就意味着他是客观必然 为什么讲他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呢 是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 但是财富是私人占有的 因此一定是两极分化的 那也一定是导致大多数民众没有支付能力 于是越大规模生产 生产的产品越多 群众越没有购买力 于是就一定爆发为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一定摧毁它的生产力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出的周期性危机的规律 对吧 我不用重复吧 你们上我高中都应该知道这个观点 那好了 那它爆发危机 最终能不能靠资本主义自身的一般调控来缓解危机呢 不能 也因此资本主义在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下 一定是左上战争 所以一战生产过剩 二战还是生产过剩 我们稍微再简单解释一下 你们都应该知道二战是谁和谁打的一块 最后的战争是谁在打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 苏联 德国 日本 包括中国 意大利 这些都属于相对辅助性的 比如二战之后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战胜国的地位 这些政治问题我们放下 我们只是说实际上在二战战场上 其主要作用的是美国 苏联 德国 日本 美国苏联联手打掉了德国 日本 当然也包括中国 意大利等等其他国家 包括英国 法国等等 但其实主要的是这四个 那我想问大家 有谁对二战做过简单的归纳 美国是什么国家 大家说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 对不起 美国在罗斯福之后 就被罗斯福直接定义为叫新国家主义 罗斯福面对的二战之前的美国大危机 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措施 私人经济停摆 私人银行关门 由政府直接用国债投资把过剩生产能力引导到国家基本建设 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地形成大国 它有巨大的地盘 有巨大的资源 所以它可以把过剩生产能力导向内陆建设 你们失业的工人给我干活 给你发食品券 你回去养活老孩子 不干活了 没吃的 所以它缓解了美国的危机 因为美国地大物博嘛 有的是资源可以开发嘛 有的时候它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了那种基本建设 修铁路 修公路去了 修水库干这些去了 那好了 苏联呢 苏联那个时候就叫国家资本主义 从列宁建立这个苏维埃俄罗斯政权 列宁讲的就是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 必须先搞国家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是弱国 我们如果不搞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连对付其他的列强对我们的侵略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列宁就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 那斯大林继承的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斯大林 列宁都毫不讳言 苏维埃俄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好了 罗斯福搞的是新国家主义 斯大林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请问这两个国家什么主义 是国家主义吗 在战争的条件下 什么才能战胜 分散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体制能战胜 门都没有 那德国是典型的国家主义 他所采取的措施其实跟罗斯福是一致的 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 形成当年世界上第一套以国家为单位的高速公路网 所以德国人打得起闪电站的原因是他打了东欧 可以一夜之间把他的部队 积极化部队 通过他的国内高速公路网从东线调往西线 而西线的所有这些所谓自由市场国家 无论法国 比利时还是荷兰这条西线要想调个兵 对不起 你没有一个礼拜时间根本调不了 能一夜调兵的德国 打了东线打西线 积极化部队的闪电战 他就打赢了 而西线无论布防几十万大军 他调不了 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设施 所以德国在战争初期是百战百胜的 直到后来 就是美苏两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大国 国家主义大国 集中他们这么庞大的生产能力 一块砸向德国 他才打败 那日本所谓军国主义 其实是军事国家主义 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形成的这个 因经济危机爆发而导致的战争 战争中形成的实际结果是什么 不是大家想象的 用发展主义教科书 能够给大家提供的分析工具 而恰恰是客观事实非常残酷的告诉你 是这样一个客观过程 我并不把这个客观过程当成定论 但我们今天至少看到 当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全球化挑战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体制能让中国应对得了这种全球化挑战呢 恰恰是他的举国体制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举国体制是可以跟市场结合的 就是把市场当工具就是了 举国体制是可以跟资本结合的 把资本当工具就是了 这并不一定是按照西方意识形态 来认识一个国家的体制的优劣 也不一定按照西方教科书给定的理论 来讨论什么叫做比较优势 什么叫做比较劣势 我们完全客观的去看待他的经验过程 其实每个人都是能够形成自觉思考的能力的 好了这部分我们放下 只是告诉大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本来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规律 当人类都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时候 那并不是简单的按照教科书给定的理论归纳 我们就能理解这个客观经验 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客观事实 形成我们再次使用理论作为工具来分析的能力 这就叫做大家有了自觉思考的能力 就是在研究生的课堂上 当老师的最为宽慰的事情 就是看到了大家上完课以后 都开始有自觉思考的能力了 所以说我思故我在嘛 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能够提升自己自觉思考的能力 好了那我们再看今天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今天的斗争 大家也注意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校讲话讲斗争 立刻引起了相当大的舆论反弹 但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不仅国内是如此 国外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其中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斗争局面 那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对中国的经验我们几乎无法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把它总结出来 那我们当用中国的话语来解释的时候往往被人当成是不容不累的东西 打个比方 对我们中国来说 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是三农问题重中之重 当我们讲乡村人兴的时候 中央反复强调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 西方有三农吗 美国有三农吗 三农那概念怎么变成让西方人理解的概念 当你说我的重中之重 我这国家重大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翻译 大家怎么对话 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和我们农发院的学生 就想问问在西方人讲Farmer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把它翻译成农民 那个西方的Farmer跟中国的农民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很大 而我们现在来不来就是Chinese farmer 在哪儿 那我们讲Pasants 但是在西方它早已经完成了 他们叫做Inning of Passantry 它早就结束了关于农民的讨论 因为它没有农民 它有的是Farmer Farmer是农场主 那因此我们形成很多凑概念 比如我们这教师上课一讲 就是你看美国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农民 它形成了多大的产出 那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农民 我们才有这么点产出 因此我们落后 结论很简单对吧 你接受吗 概念用错了 它那二点几是农场主 在农场主之外 还有大量的Farmer workers 它没算 它只算农场主 只算Farmer吗 它没算Farmer 那Farmer可是哪来的呢 墨西哥来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美国农民生气 就是因为特朗普修边境墙 把墨西哥那季节性流动打工 在我们这儿 大家都知道 季节性流动打工是普遍的 那墨西哥人也是 季节性流动打工 到美国的农场来当农工的 阻断了 不许来了 那农场主只能够 在美国高价劳动力了 所以没法算 你说算美国到底多少农民 说不清楚 因为双方的概念不一致 我说这个只是一个 基本概念所导致的一系列混乱 我们的教科书几乎不做解释 照搬过来就用 这怎么行呢 当我们说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的时候 我们已经经过多次 我是参与的 我们是十几个部位讨论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搞城市化 最后我们提出的叫做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有对应的英文概念吗 没有 所以解释中国经验 在你很多事情 你比如我们三种问题重中之重 我们对应的有社会 新东西建设 有今天的乡村内行战略 这一套东西都无法对应 解释成西方的教科书概念 也因此你们在理论交流 如果我们以所谓国际一流 来作为高效建设标准 你几乎无法形成中国话语 同理 当我们讲我们要搞加快城市化的时候 当然accelerated urbanization没问题 我们都理解 但是当中国人说 中国的城市化 是靠城镇化来实现的时候 你怎么翻译 如果你只有urbanization 那就是Chinese urbanization must be accelerated by urbanization 同意反复啊 有意义吗 你是bytonization 但tonization不是英文 是我翻译的changlish 懂不懂的都懂 就跟你跟老外爷见面 你说long time no see 都懂 没谁说啊 这就是中国说 老酒不见了 你字对字的翻译成英文 他都懂 一样 当我就翻译成tonization 他不懂吗 当然懂 对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是可以做交流的 但是如果你只照办教科书 你就没法做交流 所以在中国经验研究上 我们说很多问题其实有巨大的多元的创新空间 所以在这归纳了两个要点 就是制度本身 大家一来都说制度不好 无论你比如你去看个病挂号挂的难 或者你吃饭被人家坑了 或者你打低丢了东西了 那你都会说制度不好 其实制度是派生的 我在我当年上研究生的时候 写的论文强调的就是制度派生论 我的基本假说给出的就是 制度是什么呢 是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什么意思 这就是要跟大家多少解释一点了 因为你的要素禀赋是既定的 你改不了 比如我们是十几人口只有全世界 我们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人口 我们只有全世界百分之六的水 百分之七点几的耕地 中国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我们百分之七十几的面积 国土面积都是山区荒谷 高原 都不适宜人类居住等等等等 那我们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平原面积还集中了城市工业 农业都集中了 因此它一定造成资源禀赋条件 这个资源禀赋过于狭窄 就是浮原相对狭窄 但是人口在不断膨胀 在这个要素关系上所形成的制度是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的 大家说美国为什么可以 我说因为美国是把原来的原住民干掉了 外来殖民者形成的一个国家 这些外来殖民者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所以它形成了资源相对宽松的条件 你如果一定要怪 只能怪你的老祖宗当年没上那去把那资源占了 我们当时刚刚开始对国外去做各种考察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些年轻人 比如飞到巴西上工的时候往下一看 一片绿色 一眼望不到边 立刻就垂扇三尺的 回到招待所 到了酒店 就开始说老祖宗干嘛去了 就是这个资源禀赋是你不能改变的 而巴西人说巴西人你想才一亿多人 九百万平方公里 百分之七十几的陆域面积都是可耕面积 就是可以开垦的 我们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可开垦面积 这怎么比你十几人口他才1.3亿人口 我们是13亿人口 他是我的十分之一 但他占有的面积跟我差不多大 并且资源条件太好了 你能怪谁呢 只能说他们的葡萄牙医的祖先 到了这儿 把这块资源占了 所以你看他这儿的原住民 巴西的原住民只剩下5% 如果你到美国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原住民只剩下2% 你就是原住民吗 你折腾什么呀 你有本事把自己干掉 没本事干掉自己 很多人都说你美国怎么做 我说先把自己干掉再说美国 假如没本事或者没有决心把自己干掉 别跟我说美国 然后说美国农场主 我说美国农场主没有一个是原住民 你是原住民 就这个道理 所以制度到底是决定的呢 还是制度是派生的 我们研究的结果呢 我们认为制度是派生的 那为什么要派生这样呢 恰恰是因为你的生存方式是可持续的吗 所以我的两个博士生才翻了一本书 叫《四千年的农夫》 讲的是美国人到中国来发现 中国朝鲜日本都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人类社会 他们以最少的资源养活了最多的人 他们才是可持续 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下的结论 而今天我们把那套激进发展主义搬来的时候 变成我们现在的所谓发展主义的 我们说叫发展主义极端化 发展主义实用化的这套解释的时候 我们就把制度解释成了什么呢 解释成决定论了 所以我说针对着这套体系 我们提出的挑战性的理论 叫做制度派生论 而不是制度决定论 那制度派生于什么呢 派生于你的客观地理条件 对吧 那我们的客观地理条件什么呢 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你们可以查查地图 中国被叫做第三级嘛 对吧 除了南级北级之外还有个第三级 对吧 南级北级是常年冰雪覆盖 中国的第三级也是常年冰雪覆盖 只要在海拔六千公尺以上就是冰冒 就是冰川 在哪呢 在青藏高原 因青藏高原成为第三级 所以带动周边太平洋 这个印度洋 乃至于北冰洋 各大洋流的气流 向第三级向上 它像个烟筒一样拔起来了吗 然后在上空形成一个环流 这就是中国受到第三级影响所形成的资源气候的那个基本条件 它是一个这样上来这样下来的对吧 查它地理的教科书都能查得到 那因此呢再结合中国的三级地理台阶分布 它就导致中国不可能是一种体系 它是五大气候在覆盖 三级台阶分布 资源气候条件千差万别 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所依托的自然资源的生产过程都是千差万别的 于是乎在中国有句话 十里不同风 这个差异性极大的广阔的九百多万平方公里上生活的这十几人 本来应该是各个各的 这个大家也不是一种语言 也不是一种文字 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不是一种喜好 什么都不一样 再加上北方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荒漠荒漠草原 在那儿所生存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游牧半游牧的社会 那它跟这个400毫米降世线以南以东的这部分农耕社会的人 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板块 就是人类社会板块完全不同 它所发生的冲突是剧烈的残酷的 是你死我活的 也因此在这块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本来不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几千年 甚至上五千年下五千年就这样传承下来 它怎么回事 对这个整个体系我们说文明这种差异 它派生于资源环境地理约束 它是自然界给定的人类生存条件逐渐形成的 好了这套体系我们有功夫的时候以后再讲 我今天只是起开大家的思路 点到为止的提出我们的这些年所形成的这些观点 好了 现在这几张图很有意思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像中国和欧洲都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 那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最主要的历程是工业文明 那中国现在一国的工业产出按PPP算法算出来的是 它是美国工业总产出的两倍 是其他八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 也就是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什么 发生的是双方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讨论 也就是出现中美之间的这种对创性的竞争 中国从原来不是主要矛盾现在成为主要矛盾 但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完全没有物质准备 也因此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被动的 在被动的条件下去应对全球化挑战 好在我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转型 这是和中国上五千年下五千年的文明传承是一致的 所以中国现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真正的那个底气 还是在乡村还是在自然还是在生态 还是在国家整体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好了我们看以前我们基本上追随西方 但是没有成过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民国黄金十年 就是民国刚刚完成大一统 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 4.12事变完成了对于军令政令的统一 大家知道4.12事变其实就意味着 把原来在国民党内部生存的共产党全部清除了 然后大规模屠杀了共产党的基本群众 这样呢在政治上完成了国民党的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这个体制完成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呢我们民国史上叫做黄金十年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8.4% 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速度 那在这个阶段上出现的恰恰是乡村社会的凋敝 小农破产农村衰败 那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度的从农村提取了剩余 导致农村衰败的结果是农民要么上山当土匪 要么参加红军游击队 比如说农村的不稳最终导致第二次统一共产战争 第三次统一共产战争最终颠覆了国民党政权 发展是个硬道理 但是发展的代价过分向弱势群体倾斜 转嫁给弱势群体 其结果是社会被颠覆 好了 那我们看中国在什么情况下 这是2008年的这个雪灾 广州火车站前面的这个场景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时候如果按照你们所学到的教科书理论 一定要执行公开透明公正等等 那就在广州车站大牌子上显示出火车的车次开点站台 让大家自己选择 之后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 会有恐怕不下于上百人牺牲 那中国怎么做的 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边有一个绿色的点撞线 那就是武警 飞武装 到人群中去把人割开 然后由警察带着 带到广场周围分别去重新拼组 把他们带进车站 宁可效率慢一点 这就是中国处理问题的方式 如果你们按照西方的要求 西方政治要求 一般要求透明啊 要求公开啊 要求这些东西 那他出大事了 那这个现象的另外一个背景 什么 就是我们有三亿多外出打工者 他是一个流动的劳动大军 我昨天跟一批人在座谈的时候 告诉大家 我说中国为什么没爆发西方意义的大规模的接一斗争 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为什么仍然飘在半空中落不了地 好玄算有个北大马会这些学生到工人中间去发动群众 他为什么发动不起来 难道是这些学生不热心吗 难道他们的理想不坚定吗 难道他们不是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牺牲的年轻人吗 他们都愿意 但是为什么发动不起来 就是因为这些打工者是分了地之后的小有产者 他们是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剩余劳动力 尽管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性质 但他们不是工人阶级 所以按西方的一般理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要想落地 尚需我们做出更多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 好了 这些我们都只是点到为止 我每一个观点我都能解释一堂课 但是对不起 我就得说到这了 因为还有下面更多的道理要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我们归纳一下 其实我们讲发展更多的应该立足于常识 常识什么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殖民化为序曲的 如果没有大规模殖民化 它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的 也就是说从一个偏在地球一角的欧洲 尤其是欧洲的一个岛 英国开始了所谓的开拓新大陆 占领了多少呢 占领了世界上南美洲 北美洲 非洲 澳洲 四块大陆 并且几乎差不多要完成对亚洲的 殖民化 只是它没有完成 因为亚洲离它太远 那时候没有运河 所以过来不容易 那就保留了亚洲这个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 比如说世界至少可以两部分 一部分是殖民化大陆 一部分是原住民大陆 谁是原住民大陆呢 欧亚大陆 因为欧洲人尽管向外送出人口 但它仍然是原住民为主体 因此欧亚大陆上是原住民 美洲已经彻底改变人口结构了 大部分国家都是原住民人口下降的很低的百分比上 而越是原住民人口下降低 越是进入现代化 原因什么 成本被那些失去的生命的那些人被他们承载了 所以你们可能有人看过电影 叫最后一个墨西干人 很悲壮的 好了 那大家当然更看过太太尼克号 那是典型的欧洲人移民的故事 一系列的东西说明这个世界本来不是贫的 好了 这是个常识 那接着就注意了 原住民社会的发展经验绝对和殖民地发展经验是不一样的 所以发展本身是差异很大的 那欧洲的经验什么呢 欧洲经验只是原是殖民地宗主国的经验 美国的经验澳大利亚经验是殖民地大陆的经验 而亚洲包括中国印度等等我们属于原住民大陆的发展经验 这应该是个基本常识 这三者之间不存在 谁能照搬得了谁 因此这三者之间没有普世价值 你损失的是我得的 我损失的是你得的 普世的了吗 好了 愿意相信的可以 但是我说呢 我们还是要看看前辈思想家 我刚才讲到了几位 这是 这是 伊曼尼·沃勒斯坦 中间那是萨米尔阿明 最右边那个是小科布 约翰·科布 他们都属于 在我们讨论发展理论中 跟我们有过很多 交集的这样的思想家 那我已经占了一个小时时间了 对不起啊 时间太长 但是为了给大家垫个底儿 所以我想也还值得 下班我们请董老师 温老师这么宏大的开场白之下 我其实很难接 先跟大家介绍 刚才这个片子里边 前两位学者已经去世了 那么第三位正好是今天下午在北大 在讲圣泰马克思主义 然后一个1988年的时候 温老师讲危机论 所以我们《八四危机》 那本书出版的时候 那个宣传的题目写的就是 《二十五年磨一剑》 那这本书呢是 大概是从2016年的年初 一直到现在正式出版 也是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其实看的就是 中国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当中 它如何能够成为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中 就是原住民为主的国家中 唯一进入工业化 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中国并非没有遭遇到那些挑战 并非没有遇到那些问题 也有各种各样的发展陷阱 那我们是怎么跳出来的 所以这个第一月应该就是建国初期 刚才也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讲到西方大萧条 所以我们也从这里边开始讲起 那讲民国的通胀危机 其实再往前捋呢 确实就是1929到1933年 西方的大萧条所导致的问题 这个开篇其实还是有点 另类的小清新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中国在1927到37年 正好是黄金经典十年 但同期是29到33 西方发生大萧条危机 那我们从2008年 华尔街海啸导致全球危机 这个过程来讲 就能对比出来 当核心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 其他国家是很难 自外于这样的危机转嫁的 那为什么西方在2933大萧条的时候 民国仍然能处在经济增长当中 这个就有一个小的差异 那背景呢 就是西方这个时候是金本位的国家 而民国是银本位的 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 是西方是金比较贵 那么银价呢相对便宜 就像现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大家都去手里要拥有贵金属 来追求避险 那么贵金属金就很贵了 作为国际通行的货币 而当时民国恰好没有和主流去接轨 还停留在几千年的银本位上 至少从五代十国开始就有将近一千年 然后从明朝把白银正式确定为 避制也有几百年的时间 一直停留在这个银本位阶段 所以当银价相对来讲是下降的时候 就意味着民国时期它的商品对外出口 因为汇率贬值 凭空多了一个出口竞争力 所以这个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 一直苦于白银外流 我们要大量的进口 先是进口鸦片 接着要进口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原材料等等 所以白银一直外流 就成为经济关系中一个非常紧张的矛盾 那么现在终于我们白银又流回来了 所以在西方危机的头几年 中国居然出现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的局面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它就和西方经济严重萧条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也就是短暂的中国暂时规避了 西方危机的成本转嫁 但是好景不长 接下来呢就是 31年32年 英国 日本 印度等等 先后放弃了金本位 那就意味着只是以本国的国家政权 作为本币的发行的信用依据 然后呢 中国作为贵金属本位 当然就一下子这个局势就反转过来 所以中国就开始又再次的出现贸易逆差 然后雪上加霜的就是 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 这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哈 就是当其他国家信用 只是用自己主权信用来 主权来复信 并且是在一个危机的局面下 大家都不再相信这个信用的时候 你还是贵金属 这本身你是具有信用高地的 好在就是大家都在危机当中无暇他顾 只是说求于自保 所以才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兼并 以及超敌等等 但是大家都在踩踏 这样烈性竞争的局面之下 就是如何把中国仍然保留货币本位的 这个国家给拉下水 这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管说是不是主观故意 但是客观上在发生着 就是既这些国家相继进入纸币时代之后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都讲凯恩斯经济学 然后讲国家宏观财政调控 但是大规模的调控 恰恰是在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 进入到纸币时代才可能印钞票 才可能进行这样的内周期调控 然后呢美国就出台了一个白银法案 这个白银法案是这样的 它通过美国政府的收购 来提高国际白银市场的价格 就在这个之前 中国美国等八个主要产银国 达成一个协定叫白银协定 共同维护国际白银市场价格的稳定 那中国这个协定对于中国来讲特别重要 因为中国本身产白银很少 但是它以白银作为本币 对白银的需求量又是极大的 所以这也就是中国币值稳定的生命线 但是美国的白银法案恰恰就是单方面 撕毁了这个白银协定 政府表面上是说 罗斯福继任之后要获得西部八个主要产银州的选票 那么就需要政府提高白银收购价格 大量的收购白银来获得这部分支持 但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刚才强调的主权外部性问题 在货币主权上 中国受到了极大的负外部性的冲击 就是你作为货币度量衡的那个东西 那个白银被其他国家当作商品 而且是提高了价格 这样大家就发现 我如果那个银员把它再熔炼回白银 再出口到国外 当作普通商品出口到国外 它的利润率可以达到30%到40% 于是就有大量的银员出口 政府紧急的出台了两个法案 白银出口税还有平衡税 根本挡不住这样的走私 那银员大量的出口 对于今天用今天的货币理论 就是信用的紧缩 就是一个突然收紧的货币政策 那当然就对正在高速增长的民国经济 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干扰 所以我们看到白银外流之后 就是通货减少通货减少信用收缩 那当然就是民间使用资金的利率上升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 你用资金的成本提高 然后就所有物品的价格下降 就是银和物之间的比价 白银贵了呢物品价格就下降 企业一方面资金成本高 另一方面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 就大量的倒闭 和09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中国所发生的问题非常非常像 就我们面对美国量化宽松的时候 一方面是油价大规模上涨 另一方面是出口市场 仍然是需求不畅 所以我们既成本上涨又销售不畅 所以很多企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于是由我老板跑路等等 那在这时候呢 民国在客观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萧条 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危机阶段 面对这场危机怎么办呢 就是当然也经过了很多政策讨论 也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 那根本的变化就是 也和国际去接轨 跳开柜基础进入到这样一个纸币时代 所以当时称之为 国民政府进行了一个现代化的币制改革 也就是放弃白银 转向发行法币 那你总归要有发行的依据 我们这时候呢 是以外汇储备作为依据 当时几个国家一直在争 说能不能作为中国发行货币的 这个储备的外汇 日本是争得最积极的 但中国对于日本在这个时期 肯定是最不想用日元来作为储备 然后呢 又因为美元 美国出台这个白银法案 使得情绪上也很抵触 所以首先选了英镑 但是英国的经济实力弱于美国 所以在美国的干预下 最后选择了英镑 并且主要是后期转向 主要转向美元作为它的外汇储备 这时候呢 成为了表面上是法币流通 背后是以英镑美元作为它的外汇储备 发行依据来形成的币值体系 那因为法币可以 就是在国内市场上相对宽松的发行 所以也就缓解了之前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的经济危机 所以从经济数据上来讲 我们仍然是在高增长当中 这是1935年的事情 黄金增长至少是从27年持续到37年 但是内中发展的内核却完全变了 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大国来讲 当你以外汇的储备作为货币发现依据的时候 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左右两难的局面 你如果外汇储备少了 那你的货币供应就少 那就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 仍然是一个信用紧缩这样的一个窘境 但是你如果说我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的话 就意味着你要向那个储备国缴纳大量的诸币税 因为你出口大量的商品换来的是它的纸币 而这个纸币是没有真实商品价值的 而同时呢也导致你的对外依存度 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不断提高 那也就导致经济增长的风险是在不断累积的 所以这是到今天我们经历了 从新世纪到08、09年大危机 一直到现在我们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好几年 形成的这个规律性的认识 放到民国的这个货币改革的时候 就发现当年恰好就是掉到了这样的陷阱里 所以才说当年的币制其实是衣服型的币制 然后并且呢这个币源结构 也就是说中心货币到底对你这个衣服型的币制支持到什么程度 其实是和地缘战略紧密相关的 比如说国民政府进行法币改革的当年 日本就开始进军华北 那加剧了从实体经济领域 实体资源的这个掠夺 因为在币源上 它不再占有这样的优势地位 那同理 因为中国在这个时期还属于西方国家 在地缘上的友好国家 所以美国英国包括后来的苏联 也给中国各种各样的贷款支持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仍然维持着法币的币值相对稳定 但是二战之后 尤其是1944年 布里顿森林会议确定的是 美元和黄金挂钩 美国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 那它对法币对它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了 于是也不是纯粹的因果 但是作为事情的前后过程来讲 我们看到是四五年之后 那外国的援助 对于中国的支持是大大的减少了 所以很矛盾的 看上去很矛盾的就是 四五年我们抗战胜利了 但是四五年之后 法币的贬值也加剧了 这个下面给出了一点数据 是说从法币发行 一直到解放前夕 它的整个发行量的变化 37年问世的时候 总共货币发行量是13亿 但是等到49年的时候 就已经没法用我们常规的数字来称呼了 是2.03乘以10的十二次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规性的数据 应该作为我们今天理解新中国怎么走过来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常识和背景 但是我找了七八本书才把这些数据拼全 好在这个数据相对来讲 就是口径都差不多 然后差异没有太大 最后一张表上是汇总的比较全的 它来自于一张高中历史课的考试卷 所以它没有给出出处 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权威 那如果用简单的图示 我没有具体的品种的这个概念 37年的时候 100法币能指两头牛 41年的时候就指一头猪 等到43年的时候指一只鸡 接下来贬值速度就是46年的时候能买一个鸡蛋 49年的时候那是一粒大米 但是一粒大米已经换不下了 它只能占上面的一点是千分之2.45粒大米 所以你把大米分成一千分 才只占那么一点点 如果用竖直的话 那就是左边这个 但是这个是对数图 也就是每升一个格是后边有四个零 后边是加一个零 就是因为按照正常的数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最后的1949年 1月到5月货币贬值了1万倍 如果直接画的话 前边就都是趴在底下的那个线 然后最后跳一个点 所以我改成对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后的两个点 49年的1月到49年的5月 上升了四个格 其实是后边的四个零 也就是货币发行总量涨了1万倍 那和后边的这个图就非常非常像 后边这个图是 1948年12月人民币问世之后 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 也涨得最快的时候 就是一年之间 我们的物价上涨了168倍 也就是当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我们面临的货币危机 是从法币危机变成了人民币危机 也就是从一种纸币变成了另外一种纸币 这就为什么我们说 新中国成立的那个初点 仍然是一场经济危机 如果不能走出这场危机的话 那也就无从开始工业化 那所谓工业化进程中的八次危机 就都是后边的故事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要看的就是 民国政府走不出来 那我们是靠什么走出来的 其实呢 我们比相比于民国政府 更不具备走出危机的条件 从经济的基本面上来讲 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有人说就像今天亚非的贫困国家一样 或者说今日之中国等于 今日之西日之中国等于今日之非洲 那从和历史上最高的生产水平是1936年 和那个时候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 其中最重要的重工业 也就是作为国家国民经济支柱的 重工业下降70% 轻工业下降了30% 而农业的产量下降了25% 但是当年还是全国受灾的农田 大概是1.3亿亩 那粮食缺口缺29亿斤 也就是你的物质的生产 是一个和常年相比极大的下降的 然后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大概150万人 此外作为货币发现依据的黄金储备 也大量的被国民党带到台湾 我们假如说这个市两和后边的两 那个单位是大约可比的话 可以发现上海解放之后 中央银行接管过来的黄金和银元 只是带到台湾去的那个零头 比如说运到台湾的黄金是277.5万市两 但是留到中国的也就是8千多 也6千多两 然后这个银元呢 拿走的是一千五百多万 剩下来的是一百五十多万 那就是黄金绝大部分 几乎百分之百的拿走了 银元是拿走了百分之九十 留下来的百分之十 那就是当你想发行货币的话 按照一般的货币运行规则 你要有贵金属作为它的本位支持 那对不起这个贵金属本位 我们也是没有的 此外我们还有庞大的支出的压力 仅用于这个49年解放战争还在继续 所以这一年仅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 就占到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 更严峻的问题就是在于 大量的我们是收食物税 这个食物税是地方在收 那地方收了之后 很多地方的支出就直接转走了 那留给中央的收入更少 但是部队由中央指挥 它由中央直接进行开支 也就是赤字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中央 此外呢 为了统一战线 此外有一些社会建设 社会教育事业等等 那旧政府留下来的人员 我们采取的是包下来的这个政策 它也需要财政供养 所以这样整体上看下来 我们是收入非常少 但是支出的压力极端庞大 本来解放区过去的那个公式 是每个人口三十斤小米的货币发行量 大约可以保持币值稳定 也就是说你可以印一些纸币 但是量不要太大 但是人民币问世之后 我们的货币发行是每发行三块钱 其中只有一块钱是有收入来源的 其他两块都是毛票 也就是都是赤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 只要货币一发行 就会导致物价上涨 所以有短时间内就上涨了70多倍 80多倍这样的数字 即使是最温和的这个天津 它用9个月的时间也涨了35倍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经济运行中 很难想象到的 我们讲八次危机的时候 那87年物价上涨是18.5% 那当时个别月份是20%到30%的上涨 很多家庭就已经受不住了 那94年的时候 全年的CPI是上涨24.1% 然后就社会大量的进行这种实际物资的炒作 各种打白条 但是当时就是人民币刚问世的时候 这个物价上涨是几十倍上百倍的 那但是这样的纸币也就越发的成为 成为一个纸币 就是特别形式化的概念 所以后端呢是另外一张图 但是和我们刚才看的图很像 就是从49年1月份 一直到过了一年多 这个物价上涨最高的时候 是168倍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的追究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168之后 它就开始往下降了 所以我们其实要问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危机有多严重 而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危机 又根本不具备 常态化的解决这个危机的手段 但是我们却解决掉了 也就是蓝色的虚线图 为什么可以画成 可以走出一个下行的局面 也就是我们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也不是说这届人民群众特别好 新中国一成立 我们就特别爱国 在这个过程中 也发生着大量的市场失灵 就是当大家都追着用棉布 大米来作为保值手段的时候 其实那也就有着大量的投机商 在囤积物资 然后进行各种炒作 这时候当然一般的市场的运作 就是失灵的 所以从市场环境 从交易主体来讲 也是一个改不出这种危机的局面 那我们靠什么是打赢了这个货币战 首先说那个坚点从高点走下来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我们打了一场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 就是把上海这个大的工业重镇金融中心 给拿下来了 本来在49年5月 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 中共高层内部是有两种意见分歧的 一个说上海一片经济萧条 物价飞涨工人失业 根本不具备再给他挽救起来的 救活的这可能 建议把上海的已经有的工业设备 向四围去疏散 把他的人口向四围去疏散 靠周边的腹地来消化他的危机 然后就这样来缓解危机 但也意味着从1840到1949 这100多年集中在上海所形成的工业产能 上海当时工业总产量占全国一半左右 形成的这部分产能 以及形成的金融 现代货币等等运行的这套体系 全部随之瓦解 所以中共高层内部的另外一个声音是 上海要保 那怎么保呢 我还是想办法控制住这样的一个局面 从具体过程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斗争的战线发生了几次的转移 最开始是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就开始发行人民币 然后兑换法币 这个过程进行的很顺利 因为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 所以大家都持有人民币 但问题是人民币只在大家零头交易的时候才使用 大宗物资的交易仍然用银元 也就是说人民币这时候它对决的对象就变成了银元 然后为了改变这个局面 我们最开始也进行了一个直接市场化的操作 我政府向市场上市面上大量的去抛售银元 试图把银元投机的这个势头打下来 但是越抛售越证明 你是要和他做信用斗争 而贵金属内在是有天然的信用的 所以呢银元反倒涨得更快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直接出动部队 去查封了银元交易大楼 并且出台法令法规 禁止银元交易 所以才打掉了银元作为法定 就是作为民间常用的市场交换手段的这个地位 然后大量的投资者就开始 把它保值的手段绑定在了实体物资上 也是大米白面 陈云贵纳为两白亿黑 那再加上黑的就是煤炭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人民币到底 它作为一个没有信用的货币 它其实在和一种又一种的信用的载体 在做斗争 最开始法币去了之后是银元 银元去了之后 它的对象就是米绵 所以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 也就打赢上海保卫战 打赢人民币保卫战这个 最终收官的这场大战叫米绵大战 也叫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 我们知道淮海战役是 劳动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同样打赢这个米绵大战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49年4月在进入上海之前 因为人民币贬值得很严重 其实就有一些在讨论 说人民币现在贬值很严重 我们是不是减少一些发行量 以维持它的信用 这是一种声音 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 你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 也就是我们讲大金融 就像我们讲中国大历史 是要用一个综合归纳的角度来看 你要是一个大历史 而不是窄的历史学科的领域 同样这个金融货币 你要用一个大金融来看的话 当我们政党占领占有政权 并且接收过来 之前的那个官僚资本和外国投资资本 形成我们的国家资本的时候 我们手里其实是有实体物资的 此外我们通过解放战争 对广大农民是形成动员的 那这两大实体基础结合起来 是足以成为人民币信用的支撑的 所以从方法论上来讲 说人民币信用不够 所以要减发 那是一个窄的小金融 而从这个货币实体总量来讲 认为人民币长远来看是有信用的 人民币是有人民政权背后做背书 人民政权背后是有国家资本的 这是一个大金融 如果是有大金融做支撑 那么通胀是可控的 那就可以人民币多发 然后以多做多 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人民币多发之后干嘛呢 其中相当一大部分 就是到我们的解放区 按照市价去收购粮食 粮食价格不是在节节上涨吗 那么我按照涨价的方式去收购 然后就囤积在上海周边 我一直在累积这个货币量 中间也做过一次的短期抛售 但是发现你低价抛售 实际上很快就会被市场游资抢走 也就是你成了对它的补贴 那么怎么办呢 就一直积累到 我手里积累的物资 按照实价 足以在全国市场上占一半以上 也就是有了一个绝对量优势的时候 才进行对市场的打击 也就是在这个之前 我一直是顺势 市场排价小幅上涨 然后向市场去 去放一些商品呢 那就回收一些货币 用这个回收的货币再去积累更多的物资 当积累到一半以上的时候 才开始做逆周期的调控 也就是统一的11月25号 几个几大城市统一的对外去抛售 那一开始社会的游资还以为 这又是政府给的福利 所以哪怕是借钱 我也要低价吃进来 等着涨价 但是连日下降 等到你连续十天之后 这些投资者就开始坐不住了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物价稳定的局面 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曲线 终于回调了 所以和淮海战役一样 我们也是靠全国的物资 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 因为我用货币是到全国解放区去买的 去买的粮食 而且东北是每天运进1000万斤纳米 也就是解放最早 然后合作体系建立的最充分的东北地区 贡献的粮食最多 相反我们到西南地区派了4亿斤的粮食任务 成本也要占一半 然后西南地区的匪患也同步增加 就这个没有解放的地区 没有进行通过土地革命进行农民的动员的地区 这个增量成本也是最高的 所以打赢货币战 打赢人民币保卫战 是和这个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 那这两张图片呢 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过程 就是 其实不是一个 在 在一个纸币 竞争纸币信用的条件下 尤其纸币刚问世的时候 你是很难靠正常的市场操作 去建立它的信用的 所以只能是国家多种强权工具都结合使用上 那左边是军事权利 右端呢 是从全国各地调控物资的权利 而这个权利也是军委会所赋予的 这时候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财经委员会 才能避免各个山头之间互相挤兑争抢物资 才能形成全国的统一信用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就是 短期内是打赢了这样的一个货币战争 那么中期拿什么来稳定信用 就构建民众对于货币的预期呢 就米民大战 你打掉的是投资者的操作 那么对于社会上广大的生肚小民 用什么来构建人民币 在他们生活中的预期 所以我们靠的是一个三折食 而这个就是储蓄是折食的 国债是折食的 工资也是折食的 折食的背后 是你把这个折到食物上边 那当然就是要保证食物的供应 你这个折食才是有信用 而这个食物的供应又是和图改结合在一起 所以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 人民币的主权建立过程 其实是一个一套的组合权 这个折食也是非常有意思 左边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下边那个图 新中国的第一次供债 叫人民胜利折食供债 其实早在 在看这个供债发行过程的时候 就很值得品味 是在49年夏天的时候 陈云就提出 我们能不能发行一点供债 来缓解货币增发的压力 这是在打赢米棉大战之前 所提出的一个设想 大概是发2400亿元 但是呢 当时听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意见 也听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认为条件还不成熟 你政权还没成立 你就发债 这个不利于你构建政权的信用 所以就把这个就压下了 但是等到刚才讲 11月25号米棉大战的时候 向市场统一去投放物资 10天之后 各路资本家就开始受不了了 就开始纷纷的抛售建卖 然后这个时候 又开始 还是这一批 这个叫什么 实业界的人士 领袖人士 开始提出人民政府 要保证你的信用 开始发行供债 也就是前边的反对 和现在的主动提议 都是这样的一批人 但是所出的环境 前面是米和棉大量的在涨价 所以他们把资本投到这个涨价的领域 是优于你放到国债里边的 等到后来米棉开始降价的时候 那国债就是比米棉更有竞争力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时候才有国债的顺势问世 那召开国债这个讨论会 是由毛泽东来亲自主持 然后在报纸上登 发行 这种哲食其实在解放区也是有经验的 就是一个是薰木桥 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他当年在山东解放区的时候 更早是在抗战的敌战区 就发行过抗币 抗币的发行 那是我每发行一万块钱 有五千块用于购买实际物资 进行储备 然后五千块面向市场去发行 那老百姓如果觉得 我手里的这个钱要贬值了 那我就向市场去抛售物资 维持这个币价的稳定 所以当年一个美国记者 跑到山东解放区就问薰木桥 说你手里又没有金又没有银 为什么能够保证抗币的这个稳定呢 他回答说我们是物资本位 所以物资本位和后边的折食 折食成实际的物资 是以外相传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 陈云在陕盖宁边区 他也是折食的 并且他折食还表现为 通过货币的一个操作 就当年呢 41年之后 因为晚南事变就导致 中共在财政上 不再得到国民党的财政支持 于是就变得非常紧张 那一开始也是用了一个提高税付这样的手段 那这时候当然就 就导致民生 民怨沸腾 民生载道 然后民怨 这个强力的民怨之下呢 中共开始强调说 那我们 一方面是保生产 另外一方面多发货币 就导致这个边币是一个 相对于法币来讲是严重贬值的 这时候法币是温和通胀 但是边币就是一个严重贬值 那陈云主政之后 主持财政之后 说我们如何再恢复这个边币的信用呢 当时有一个闪甘宁总公司 就是类似一个盐业公司 盐作为一个硬通货 是可以向日战区 可以向国统区去销售的 也就是盐业公司它的收入是有保障的 由它来发行盐票 那后来叫做商业流通券 那这个币值就是稳定的 它和法币一对一 然后对于和边币是一比十 然后就逐渐的这样回收边币 等到边币回收的差不多了 再一下子跳到和法币一比一的局面 然后再盐票呢 再退出流通 所以它采用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 就非常巧妙地把一个货币信用 已经没有的边币 再重新地建立起信用来 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们都知道货币领域有一个三元悖论 就是汇率稳定 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 这三个目标是很难同时实现的 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尤其是作为你一个新发行货币的国家来讲 你的汇值往往是很难保持稳定的 那么你如何能在外币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保证你的汇率稳定呢 这似乎是无可破解的 但是当年这些食物物资的经验 又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一定的食物物资来做这个毛 或者说这样折食的话 恐怕是可以破解这样的一个三元悖论 一个随意的讨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 就是都是在增发货币 也就是在发行货币上 国民党政权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支出的人民币发行 在某种条件下 在货币发行的形式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结果上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以至于米棉大战之后 那社会各界是一致承认说 共产党这次是是靠经济手段制服了上海资本家 之前查棚人员交易所的时候还非常不服气 你不就是手里有枪吗 那现在说你不仅仅是有枪 你也是会玩经济的 并且你这个是可以建立这样一个 持续的货币信用的 用简单的一张图来看图改 对于整个人民币重建信用的支持 这个关键点就是你 当你要折食的时候 你的食物物资也是要有足量的保证 这个折食才能有信用 所以右上角三个是在城市里边我们进行折食 然后在农村呢推行的是土改 一方面是88%的人口下乡去 你如果回乡去参加土改 那么也可以分到一块地 也可以减少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和货币化的消费 就总共就减少了这样的通胀压力 那另一方面呢 农村的物资比如说土改之后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所得到的物资是大量进程 来支撑这个折食制度的 此外呢最左上角的一张图是水利建设 就我们都说49年粮食减产 是因为遇到了很多的自然灾害 那如何把更多的农田改造成高产田 那水是农业的并卖 但是水那个时候靠什么呢 靠的是有组织的劳动力去兴修水利工程 所以到50年到52年 我们财政支出当中 基建支出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水利支出 而这个水利不是大量的设备投入 而是劳动力的组织投入 就是很有意思的哈 陈云为了打击上海的资本家投资 囤积了大量的白米白面等等 就在上海的四周保留了半年 之后呢就把这些物资拿过来 用来赈灾 以及用来给水利工程建设的人 发工资发补贴 要以工代赈 这样也就是一方面 就是一石二鸟 一方面打击了那个投资 投机保住了物价 另一方面 这个东西发挥了第二个用途 就是我引导实际的劳动力的要素 投入到这些生产领域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第三方面 也就是我们这个打击通胀之后 面临的问题就是 我们确实是不通货膨胀了 但是转瞬就进入到了通货紧缩 我们现在看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是一个规律性的原因 就是当这个所有的实际物资价格都高增长的时候 实体的实体经营部门一定是干不下去的 干不下去呢 就会把他所有的物资都拿过来 有入到投机领域 但你打击了投机 用国家各种各样的手段把投机打下去之后 实体经济也恢复不上来 于是就进入到一个实体萧条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遇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陈云拿着积累的这些粮食 对这些工商企业家进行一次宏观调控 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和今天我们讨论的定向量化宽松 或者靶向宽松非常相似 就是大量的资本家他是借钱 然后压在基本物资上 但是呢 整个市场又是一个需求不畅的局面 所以你即使再放贷给他 他可能就拿去还款了 或者即使用来生产也没有市场销量 于是这时候靠的是一个加工的贷款 这里边 我们看从49年到52年 私营工商业的总产值一直在增长 但是加工订货的总产值比重提到一半以上 然后自产自销的呢 如果没有加工订货的话 它相比于49年的产值其实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 这个增长的一半多 也是靠政府这种订单 加工订货来解救出来的 我下给你订单 然后你生产出来之后呢 我国家销售 这样就解决了你 你只有生产能力 而没有销售渠道 没有消费市场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陈云把它叫做人工呼吸 那其实人工呼吸解决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任何工业化进程 其实都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从哪里来 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你用依托国家政权 所发行的货币来进行这样调控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货币是承担这个资本积累的作用 又因为 土改之后所形成的农村 这张局面 这张图哈 客观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构 就是说 我们土改形成了一个全民动员 那就改变了过去农村的物资和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过去呢 是电农 资光农在地里生产 然后用马车运或者用尖挑带到城市里边 卖了粮食之后呢 地主形成这样的现金结余 但是土改打掉了这部分的市场流通主体 那就意味着小农的剩余 没有办法成规模的集聚起来 尽管国家工业品国家到农村去收购粮食 形成了农民的收入增长 然后有到52年的时候 有40%的货币沉淀在农村 客观上起到了一个货币吸纳的作用 缓解了通货膨胀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城市的工业品 是没有办法去下乡的 所以这个城乡二元结构 一方面是降低了现代化的这个危机 改出了通货膨胀的局面 另一方面却使得国家接下来 想要启动的工业化的任务 无法再往前推 然后集中在城市呢 那就 就只能是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政策 用它来形成它的吸纳 然后也就 比如说在工资配给的时候 就是温老师刚刚提到的供给制 按照这种方式往下去发食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快进入到了朝鲜战争 而任何工业积累的那个原罪 恐怕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和 都不是物美价廉 而是和假冒伪劣结合在一起 当你大量的是政府采购 发给政府的 发给公务人员的时候 这个矛盾其实是分散的 但你通过政府采购 在朝鲜战争当中 我把它送到前线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矛盾是集中起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事故 说采购的那个罐头 拿到前线一打开 已经变质发霉了 然后采购的那个 包扎伤口用的棉布 其实就是烂棉花 重新给包扎了一下 很多伤员 扎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包扎伤口之后 不仅没有好 反而感染 牺牲了生命等等 也就是说这时候 资本主义积累的这个原罪 开始表现为 直接影响国家国防安全 而这个对于一个 新生的政权来讲 又是一个 格外严峻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 才开始有三反五反运动 开始是反对资本家 各种投机倒把行为等等 那接下来是说 这个内涵呢 还有政府采购在里边 于是也要反 党内的 这个贪污腐败等等行为 所以从这个里边 我们这本书 就是它的一个 和以前讨论这段历史 不一样的是 我们开始把这个故事 变成一个连贯的 一整套的故事讲起 就是克服危机之后 我们是进入到了 另外一场危机 然后政府为了应对这场危机 同时遭遇到朝鲜战争 这样一个突发的 外来事故的时候 它这个危机是顺势地 转化成了这样的政治运动 也就是你靠着市场 操作这些手段 没有办法解决 公民化资本积累的原罪问题 那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富外不幸问题 那就只好借助之前 土地革命所形成的 全民动员 来继续整肃经济的环境 也叫净化市场 然后就三反五反运动 所以同样就是 受制于这个规律的是 我们是在一个 小资人口占比 绝大多数的这个国家 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 所以这个政治运动 本身也是不纯粹的 也不可能说 当你把所有的社会群体 都净化之后 我们再干干净净地开展 三反五反 所以呢 实际进行的三反五反 一定 不能说一定 很大程度上是 是一个泥沙俱下 然后就裹挟着很多 小资之间的 这个个体恩怨 所以就导致打击庙 有的时候是过度的扩大了 所以上海的资本家 本来在上一次 国家治理通胀的时候 就陷入到债务高企的局面 那么三反五反 很多经济活动不能开展 就进一步加剧了 他们的危机 所以等到三反五反 开展的后期 那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保经济增长 那就开始再回调吧 那回调回来呢 就是政府的第二次宏观调控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其实和农村 相对来讲割裂的 相对有点远 就是危机的后续过程 为什么只是在城市上演呢 是因为在农村 我们也试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比如说 促进城乡交流 既然农民手里有这么多的现金 当时占整个货币流通的 百分之四十 就是十亿万亿 那么我们能不能让他们 更多的购买工业品呢 当时都有个铁梨不能下乡的故事 最开始知识分子设计了这样的铁梨 以为是可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 但是发现农民其实并不买 然后第二个我们提出的质疑 是不是工农产品的比价不合适 就是工农产品的价格减刀差 确实是开始有加大的这个局面 因为我们想从农村提取剩余嘛 但是发现当你比1936年的那个基点提高了之后 农民是更加要节衣缩食的保住手里的这点货币 所以我们就开始调高了粮的价格 棉的价格 然后试图说增加农民手中收入 让农民更多的购买工业品 但是一年多的政策下来之后发现 农民手中收入是提高了 但他生产物资的资本深化 却没有同步提高 他还是要保有现金 然后希望什么呢 我通过节衣缩食可以去更多的置地 就是这时候是允许土地自由流通的 那我多攒点钱 我能不能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去买地 所以就是承向二元结构之下 这个二元结构和国家想推进工业化的这个任务 内在是形成这样一个矛盾和张力的 所以才有后来我们真正的解决这个矛盾 是在1952年之后 而在这个之前 就是危机后面的序曲 更多的是在城市 当然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那国家资本也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就是当我所有的加工订货 形成这样的产值的时候 这个增加值相当一大部分 都是转变为国家资本 我发现人民币 然后来收购各种物资 引导实体的经济运行 那也是表现为国家资本的积累 同时呢我们从民国政府接手过来的那些 就是公路 铁路 航空等等 那些硬资产的国家资本 短期内通过一个修复之后 也仍然实现了它的一个生产能力 这个也表现为国家资本的积累 所以等到1952年 也就是国初这三年走到一个节点 我们认为52年已经恢复到了 战前的历史最好水平 也就差不多是1936年的时候 国家资本在其中所占的比重 就开始大大提高了 而这个是一个应对危机自发演化的过程 你会看到在危机当中 就完全靠市场的自发作用 其实危机是在深化 或者是说从一种方向走到另外一种方向 而我们成功的应对危机 走出去去一复的中国经验 恰恰是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节语部分 中国去一复的BJ改革的经验教训 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我简单说一点 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说完之后 更大的引申 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留给温老师来提升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要进行避制改革的时候 当以外汇为毛 是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这个悖论我们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当中国说1840年进入到近代史之后 客观上是处在这个全球体系当中 那全球体系呢 是以发达国家作为中心 中国最开始是一个出于边缘地位的国家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一复 其实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 是要不断地支付去一复的成本 不是说我新中国去一复 形成一个主权必至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而是不断地随着全球实际形势的变化 而接受新的挑战的过程 那今天我们之后 中国就进入到产业资本阶段 有去一复的问题 那到今天金融全球深化 仍然有去一复的问题 那第三个经验或者是教训呢 就是民国政府时期当想用政府的手段 在市场上去微调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其实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并且在一个国 就是并没有完成全国政权整合的条件下 你在一个地方的抛售 变成了对另外一个地方的补贴 也就具有一个极大的不可控性 第四个 第四点 独立主权条件下 只有实体经济才是主权货币的基础 而在国初我们的实体经济是依托从土改当中 形成民众动员 形成土地上的生产能力 然后才形成了主权货币的基础 而这个三折时当中 我折时工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你我货币在不断增发 但是大部分领工资的人 他的工资量的上涨是和购买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就更多的表现为一个劳动吸纳货币 我在土地上有更多的产出 然后可以更多吸纳货币 这也是土地上的劳动所吸纳货币 所以当时货币是在不断增发 但它并没有进入到投机领域 而是被这样的劳动所吸纳了 所以劳动吸纳货币也是体现 人民币被叫做人民货币 这个本位内涵的一个重要机制 按照一般的道理 按照一般的操作的话 人民币增发当然就首先进入到很多投机领域 那就是进入到民国的陷阱了 但是我们如何能让它在受控的条件下 进入到被这样的领域所吸纳 这是一个机制设计的重点所在 第五点呢 就是当我们恢复到小农经济的时候 其实小农经济是多样化的 而只有多样化的经济 而不是单一化的经济 才具备改出殖民化的发展现场的条件 只有多样化的才可能 我就着土地就能维持一个基本的民生 这才能构成我应对外部挑战的 无风险资产 在这个基础上提取小农剩余 来应对货币的危机 第六点就是城下园结构之下 什么样的劳动力 才能够成为支撑主权货币的基础 我们今天其实这本书的整个销售 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强的流量经济在发挥作用 那其实70年前 我们也在有流量经济的作用 只不过当时这个流量指的是劳动力的动员 成规模的动员才能成为流量经济 而这个劳动力的动员又是和土改时期的国民动员 解密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有组织的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 比如说在水利建设上 在整个农业的基础设施的改造上 这个时候才能替代稀缺的资本 而替代稀缺资本才能进一步的加强实体经济的资本存量 成为对大金融市场下的人民币的支撑 然后在当然像在今天的这个角度 我们在讨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一般原理 那就是储蓄等于投资 当然未必是本国的有限的储蓄 那只是说当我本国要进行工业化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有储蓄来源 这就是发展经济学德布拉吉瑞的教科书里所归纳的 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原理 但是我们就不断地在讨论 这个原理它是天然就成立的吗 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我是一个单一化的种植经济 我所有产出授予被外国公司所收购的话 那就是我的储蓄被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有储蓄哪来的投资呢 那如果 然后再看先发的公业化国家 它的形成的投资也并非是本国的储蓄 而是大量的对外殖民掠夺剩余 所以尽管是有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但并非都是本国储蓄对应本国投资 此外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只有在 就是所谓3P3S 强调农民生计 然后用多元文化进行农民动员 再有农民的多元参与 整体社会参与的这个3P的条件下 在这个社会资源 进行了重新整合去动员自然资源 以资源维持 我占有资源的全部产出 这叫完整的资源主权 然后在这个资源主权之上 强化社会联合 才能实现一个地方民众的可持续安全 这叫3S 就在做到了3P3S 也就是依托自己的资源 形成自己的生计和自己的文化 社会可持续的联合和可持续的条件下 这个国家才具备跳出发展陷阱 形成新的新一轮发展 那个S等于I的那个条件 所以我们总说 建国初期 那个毛主席有一句著名的话 是扫清了屋子在请客 但是如何能够把屋子打扫干净 真正的把原来依附的那个成本扫净 然后形成去依附的格局 再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这一段历史 形成的这样一个解读 我的解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先讲土改 在土改之前 中国的土地的分部 是使用权正在的 而所有权 基本上是一个平民权 所以如果是地主的话 这是富农 这是中农 这是贫农 农村四大阶级 注意哈 农村四大阶级的土地所有权 按人口算 人均 这个是 比方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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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去看几个线段 在四大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分布上 基本上是一个平行间 地主因为人口少 这是人所去做的 分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分布上 大量使用土地 地主要把土地租出去 它才有这多收益 所以土地主要向富农和中农集中 因为农村中生产率最高的是富农和中农 你如果是土地所有人 你也要把土地租给那些最能生产的 于是土地的使用权 是主要向中农富农集中的 也就出现了民国高增长的依据 土地的使用权主要集中的最有生产能力的人 并不在贫农手里 所以尽管贫农受剥削 但是其实能够产出最高地租的是富农和中农 它是一个政材分布的区限 因为地主向所有人出租 它是要收租的 一般情况下至少是对半租 所以大量的剩余集中在 这应该是一个分阶级的 分阶级的粮食占有更多集中在地图手里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左偏派区限 占有剩余 而地主因为占人口只占百分之七点几 所以它所集中的农业剩余 主要上市场上去销售 所以客观上就导致农村中的生产主体是富农和中农 农村中的流通主体是地主 又由于它收租是租地的农民把地租交给中国 所以它就意味着用最低的交易成本 获得了最大的贸易量 于是长期是古建商民的 市场上的粮食工具是充分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民国黄金增长 那个所谓民国黄金十年 只要天下稳定 或畅其流 那粮食就会被地主集中上市 于是乎呢 城市的工业得到农产品的价格就是相对比较低的 就形成了剩余向城市工商业集中的过程 于是乎工业化的速度还是并不低的 所以就有了民国黄金增长的一个阶段 这是这样 那一旦 因为农民这是人口 人口上 因为贫农人口多 这个曲线当然画得比较陡了 其实应该不太陡 就是实际上贫农人口多 所以贫农占有的农业市民就最少 所以它就相对来讲属于最贫苦的那部分人 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 这是旧中国的问题 也因此导致大量的低收入农民参与革命 形成了特定革命 那这是土改前 这是土改前 土改呢 就把这个 首先是打掉了这个政策分布 所有的人 当然这个土改形成的一个客观过程 是地主占有很少土地 甚至很多地方地主不分田 不能分坏田 所以这个土改之后所形成的 土地所有权曲线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曲线 土改是所有权分配 那这个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地主不再占有更多的农业的产出 过去它在这儿 它占有农业的最大部分产出 它自然会向城市攻击 那现在它占有的大幅度减少 几乎只能保证自己生存了 那剩下的富农中农贫农得到了更多的产出 它需要找买主 为什么这时候农民会救中国呢 是因为你印刷出来的大量货币 是要通过向农民占有白米白面白布 才能去平易城市的投机风潮 降低城市通胀率 那这时候谁替代的地主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去衣服条件下所形成的国家资本 所以早期的中共领导人 绝不会言国家资本主义 就像列宁、斯大林不会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毛泽东当年讲 我们的这个经济成分 有国家资本主义 也有私人资本主义 他是讲得很清楚的 大家注意你们可能都知道 国际上的五颗星代表什么 国际上的五颗星代表什么 中间是共产党领导 那剩下四颗星呢 剩下四颗星是四大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那就意味着在建国形成的政治结构中 有资产阶级好几颗星 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 然后农民什么呢 小有产者阶级 所以真正当时在中国五颐二千万人口之中 可以被算成是工人的 连王八子剪刀啊 什么王子和臭豆腐啊等等 这些都算上 连烤鸭的师傅都算上 多少呢 占总人口的不到百分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构成 这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阶级构成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合国中间这颗大型 共产党领导 其实它的主导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 国家资本主义主导在农业上 就是它可以替代的地主去占有最多的农业省域 因为它占有货币 农民一旦分了地之后 首先是原来产出最高的这部分 富农和中农 最急于获得货币 存来干嘛呢 买地 这叫做土改之后所形成的 那个最有生产能力的人 最急于扩张土地 来形成它的积累 简单的土地扩张的积累 好了 于是最有生产能力的人 出售农产品最多 他急于找到大买主 大买主就是国家商业 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 怎么能做到平易投机 降低通胀呢 道理很清楚 因为农民都要想存钱买地 所以国家的货币发到了乡村 农民拿到之后去存到国家银行 就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不进入流通 那就意味着你的通胀又会下降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清楚吧 好了 那他存起来买地的那个钱 又可以被国家利用 因为他等于货币回笼了 对吧 那国家从农民那得到的300 白米白面白布 当他平易的投机之后 他就这个市场并不需要这么多 他大量囤积了嘛 我们都知道他通过国家流通 他占有了农产品的一半以上 就是最大的贸易商是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通过使用国家资本短机的方式 让那个私人资本投机先上 然后再用抛售的方式 把私人资本投机的这个投机槽打下去 从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 那这时候通货紧缩国家怎么来操作呢 一方面当然是国家采购 另外一方面主要的方式 是用已经收购了过剩的这些粮食等等 这些物资去以工代振 干嘛呢 鼓励农民修水利 平衡土地提高农业产出 这就意味着国家用了一笔钱 就是货币 刚才董老师讲到 这个是有争论的 到底是少发点货币来降低通胀呢 还是多发货币呢 那当你有了一个 我刚才为什么讲这个主权而不幸 经济主权是不能丧失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资本 形成国家用人民币的购买力 然后再形成国家对于大量物资 特别是农产品的短机 你就不可能 一不可能平衡物价 二你也不可能去调动农民上水利的积极性 当然土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了 但是对不起 你现在形成的是大量的农民劳动力 我刚才说了 全部工业劳动力加在一起不到百分钟 那你真正让这个国家进入建设的主要力量 什么 分散的农民 那怎么调动农民呢 农民最需要的就是你给他农产品 给他布 给他粮食 这就是农民的需要 于是我就客观上发生了 国家用一石多鸟的这样的政策 缓解了民国就是建国初期的那场危机 那场危机既有继承以前的 又有你新发生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国家资本来做多 而不是做空的应对危机的安排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大家就理解了 刚才董老师把细节给大家都解释了 我们归纳一下 看看土改的变化 实际上导致真正出现替代的是国家替代的地主 那这样的同时国家出面来组织大型的就是最多的要素资源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要素资源是可以恰恰被国家占有的农产品 返还农村销售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回流 这个回流呢恰恰构成了国家要进入工业化 当他资本稀缺的时候 最丰富的那个要素是劳动力要素 但劳动力要素只有被组织起来才能替代最为稀缺的资本 所以要素是可以替代的 中国为什么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能够维持得住经济增长 并且有所发展 工业化有所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可以使用相对完整的政治主权去创造货币信用 我们大家知道货币的信用时尤其是纸币 纸币的信用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政治强权 唯二的来源 什么呢 假如你还有其他来源 那就意味着你用国家政治主权向货币体系做了付权 你可以交换成农业的产出品的集中 就交换成物资 那你越多的交换成物资 就意味着你对应的可以让货币来交换来购买的东西多 那你就可以进一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 所以他说那个做多 就有人建议要减少 他说那陈云的意见是做更多的增加货币 是因为这个土改是向不断向南推的 整个国家的资源的增加是随着革命政权 随着战争不断扩充的 这里边有好 不光是陈云在经济上做多 还有一个小故事大家应该理解 就是当年我们往南方推进土改的时候 其实条件并不具备 新区的土改 发动群众那个时候很困难 老百姓并不相信你真的能够把土地白分给他们 所以开始起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都属于农村中的游手好闲之辈 甚至二流的无赖等等 这样的人他容易起来 所以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当部长负责土改的叫邓子辉 是我们农村工作领域中的老前辈 邓子辉是一个共产党内的农村研究的老一辈骨干子 他就给毛泽东几次建议 甚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请把土改暂停三年 说我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 起来的往往不是那些真正的平安工农 我们怎么能放心让这些人来搞土改呢 所以建议土改暂停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土改必须伴随着革命战争向南方推进 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跟有人建议不要再蒸发货币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不向南方推进 你如果不是大规模推进 那当然后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对吧 确实农村基层并不是都是贫农起来了 确实有一些不良分子 那后来的所谓这个轻非反霸 甚至是搞三万五反的 甚至延伸的农村地区 对于搞四清四不清运动 四清清了一遍又一遍 很大程度上跟大部分南方地区 推进土改的速度过快 并没有选出真正的骨干 来完成这个革命过程 很多是投机分子 也因此造成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 因为你快速的推进土改 推进土地革命的遗留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 土改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新的政权 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的过程 只要你的主权是完整的 它就产生正外不幸 你可以使用国家的力量 形成国家资本 用国家资本的力量来稳定这个 已经造成严重投机局面的 已经造成恶性通胀局面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危机 那危机之后的萧条 还可以继续用国家的动员能力 就国家是最大的商业资本 用它来缓解经济萧条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水利建设 和城市中的这种购买 政府购买 这其实都是应对萧条的措施 所以我们建国之初 有恶性通胀生产停滞 然后接着通胀之后的萧条 它是非常符合周期性经济规律的 也因此土改是缓解建国之初 经济危机的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才说农民土地革命 是救了中国大危机的主要的力量 所以刚才董老师说 这叫做中国农民第一次救中国 第一次救呢 救了大危机 那为什么说三次呢 大家注意哈 第二次托改 其实就是80年这次 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家庭承包 其实家庭承包的内容 跟第一次托改的内容完全一样 按户分别占有土地 那就是又分了一次 就是1950年我们完成了一次托改 按户分离回地 到1980年又按户分离回地 1980年为什么它不分呢 大家今天都说是因为三中全会推进改革 其实是因为70年代 当中苏发生战争之后 美国认为在地缘战略复杂斗争之中 这是美国夺回中国的机会 所以才有双方出现外交接近 尼克松要准备访华 大家讲没讲到 其实70年代西方出现战后生产过剩 它的工业设备生产能力等等 特别是劳动密集产业 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 越是跟它近的 比如东亚四小龙四小虎 就是这个年代接受西方设备转移的 拉美就是美国用CIA干失活的方式 扶持起来的军事政权 都接受了美国的产业转移 所以在后院 那这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 都进入债务危机 中国不例外 就跟我们说民国造成的危机 到新政权建立以后仍然继续 不例外 那你七十年代接受西方的设备 在拉美、东南亚造成债务 在中国大陆也造成债务 那毛泽东去世之后 华国锋继续引进 所以当时华国锋、陈云、李千念等等 这一票人马制造了 比毛泽东还翻倍 毛泽东中原来干了一个四三方案 华国锋他们干了一个八二方案 那毛泽东这时候呢 他说一不二还大家听 这四十三亿美元 他是按年份引进的 引向三年 那1976年他去世了 1977年开始第二波引进的时候 本来说八年用 干进去八十二亿 结果各地不听话 两年全干进去 于是乎就造成了 四十三加八十二多少 一百二十五亿的债务 美元债务 这东西怎么还呢 还不起 那就造成债务直接就转化成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导致79年危机再度爆发 听明白了 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到通货膨胀也起来了 然后各种物资都高度紧张 危机就 那因为你没有财政了 你的财政不能再去用于扩大财生产了 所以注意哈79年出现了城市中的叫做调整 也是关停并转 那个时候城市青年不能就业 然后我们这些当年六十年代下乡的都回城 所以城市出现四千万 不叫实业叫代业青年 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下乡的 那个连同我父母 因为人民大学属于非生产力学校 我们是文科嘛 所以人民大学解散 你们都属于不能创造生产力的 所以人民大学教师全都送到干校去了 我父母也都下乡了 因为他们是文科教师嘛 不能创造生产力 所以那个时代的危机导致你没钱养活这些人 那怎么办呢 就都下乡了 但是79年这次 因为毛泽东去世了 大家要有些让步政策 那就还回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回来了 但是也没房也没工作也没家也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jobless homeless 什么secreteless 什么都没有 就是人都回来了 四千多万代业 是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场奇迹 也是大规模的失业 不叫失业而已 这时候再度给农民分了地 又一次救了中国 跟第一次有相似性 那现在我们把它叫做第三次 因为我第一次农民怎么救中国讲过了 所以第二次就可以一笔带过了 其实第二次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农民分了地 第二次是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工业了 所以这时候你放开了农民分户经营以后 大量的农民劳动力解放出来以后 在村基体的名义下进入了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 创造了巨大的这个轻仿工业的产量 农民弄点什么废旧塑料啊 什么做个鞋做个帽子等等 这些有大量的消费品 一下就把中国经济市场就撑起来了 再加上农民得到的现金收入增加了 农民的购买力也提高了 于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所以八十年代 中国出现了典型的内需拉动型的高增长 这是史无前例 世界各国都期盼着能够有内需拉动 哪有 中国的八十年代 谁干的 农民 所以这次也是一次奇迹 中国的这个经济 大家总结起来 一般都是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好的 其实你深深看看它的每一个动作 所形成的每一个增长的那个内因 会发现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所以农民第二次就中国这么久了 那第三次什么呢 就我们现在大家又看到了 随着全球化挑战越来越严重 那注意 刚才董老师讲到那个货币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是财富的 就当这个国家资本可以通过对农民的收购 形成巨大的财富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货币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的乡村政兴什么意思呢 就把过去工业化时期的平面资源开发 变成了生态化时期的空间资源开发 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 还跟你们说到这个 这很有意思 因为空间资源 现在习总的说法叫做两山理论 绿水晶山就是晶山阴山 它对应说的什么呢 叫做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讲的是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开发 就意味着空间资源的开发 会形成巨大的财富量 而这个恰恰又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是货币从原来锚定外汇 我们过去是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对应增发人民币 导致人民币从主权货币变性为外储货币 因此你就必须增加对美国的贸易更多的换回美元 你才能够增发货币 你的货币就是一旦它阻断你 它是提高税啊 阻断你跟它的贸易 那你的美元收入减少了 那你这边人民币的汇率就导致人民币贬值嘛 所以你就稳定不住嘛 那我们现在的战略为什么能够救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扩大的是实体资产 那好了你就会把外储为发行依据的那个货币体系 转回到了什么呢 实体资产为依据 这就救了中国 就把中国从依附于金融资本阶段 主要依附于美元这个体系 转变回来依附于国家主权可以控制的 资源性资产的不断的开发 听懂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为啥叫三次 这次是最关键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刚才董老师也说了 依附和去依附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你总是会看到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 是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依附 比如金融资本集团不能叫它利益集团吧 但是它有那个感觉 金融资本集团它是有依附性的 你怎么让它去依附呢 这东西是一个复杂过程 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金融资本集团的主要当事人 他们都自觉的在做依附的努力 而是因为金融资本本身是追求流动性过利 它就是无国界的 金融资本家是无祖国的 尽管在我们这儿 金融资本不能叫金融资本家 因为金融资本是国家控制的 但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 那个内生性的特质 并不可能被改变 所以我们客观上来看 就是这些年随着金融不断的扩张 当然现在2019年提出了金融供应该改革 针对的是金融的相对过剩了 但在它原来金融相对不足的阶段上 那金融所 它所处的地位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 而是因为它的稀缺 而导致金融资本所处的地位 具有主导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 和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之间 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看清楚的时候 我们说 中国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 转型到生态文明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重归去衣服的完整主权的努力 这也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好了 那我就总结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文老师 我们的反复 就是不断地提到 并且不断地有更多的材料加入进来 也希望文老师能更多地来到我们课堂上 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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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